在這個聖誕節的佳節之前 我想我們都不要說太多政治、經濟 上次跟周遣說電影說得很開心 所以接下來這一兩集我們會說說電視、電影 今天繼續說電影,為什麼呢? 周遣有一句名義叫做拍港產片是肯折舵的 拍港產片是肯折舵的,因為市場小 而且最重要是看港產片的人現在多了一些 但是市場小的時候就會令大家覺得這件事很差很折舵 而且現在的口碑不是很好 其實你說不是很好之餘 其實我又覺得近年的港產片給我的感覺 通常拍一些比較灰的題目 或者拍一些比較慘情的 譬如龍樂人、麥露人 不是說有太多希望在裏面 即是20年前的那些全部拍得很開心 現在就拍得很慘 你覺得是否因為大家的情緒、心情都不好 所以整個社會都是這樣的時候 做創作的人都是跟著這條路線 是沒錯,因為初初大家做電影的時候 談的就是在日韓酒店、海月酒店 現在就在茶餐廳就談的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個狀況是多慘 其實情況跟內地就相反 因為內地什麼片種都有 甚至乎有些片種 我會很奇怪就是 就算你說齊天大勝 他們都可以在兩三個月裡面 有些很低成本的也有 高成本的也有 可以突然間出六、七套齊天大勝 都有的 都可以的 類似這樣的比喻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看到中港之間的社會氣氛 環境、經濟的上落都看光了 根本整個世界就是香港 大家說整個香港的經濟因素 你必須要接受一個客觀的現實 就是香港只有七百五十萬的市場 但是以前也只有幾百萬的 九七前 OK 九七前的時候只有幾百萬 但是九七前的時候 台灣的電影是入口管制的 基本上你拿了 license 就贏了 韓國那些電影 是很多那些 整個亞洲很多電影 那些黃島毒那些全部都不行 所以香港會拍到很開心 拍到什麼 但是現在那些管制 就是以前香港可以拍一些很開放的東西 但是現在人家開放過香港 你只要香港就算開放以前的開放 你又走不回以前 香港的那個不開放是因為我們拍下拍片的時候 不是因為不開放 就是是愚蠢的 拍下拍片固然不開放 但是現在人家開放過自己 就是現在你跟台灣比 你跟韓國比 韓國以前的時候 是台灣 你記不記得 我想你還沒看到 那時候是一套戲叫保鏢的 保鏢就是說 一來到就 因為原來台灣打鬥之後可以出現三秒 你超過三秒就不能打鬥了 就要停的了 那你對著這樣的人 那個壞的對手 你當然要打贏他 現在不是 現在的問題不是香港 封閉了 是人家開放了 是人家開放了 就是說以前在1970年代 就是大家不明白 1970年代 全世界自由國家都是香港的 經濟自由國家 香港不是國家 是地方 香港的地方 全世界經濟自由的地方都是香港的 現在呢 全部都是經濟自由的 Multon Friedman那些推動 英國 英國是大行社會主義的 怎麼計算 那天是以前獨家 就是回不回頭 不要想舊市 其實我有時就會想 那些譬如麥露人 或者剛才我們提的一些 慘情一點的電影 其實我想那些導演 他們拍這些題材 都是有個理由的 就是在現在來說 就算你拍了一齣很開心的電影 像王八明 每年之前幾年 經常都會有一些 他那些題材的電影 其實都好像你入場的意欲很低 因為你不是那種心情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你明白嗎 那個狀況是這樣 那個狀況是 其實人們不知道商業片比較難拍 怎樣 商業片比較難拍 商業片比較難拍 是嗎 商業片比較難拍 不是藝術電影比較難拍嗎 藝術電影比較難拍嗎 藝術電影比較難拍 不是吧 你不要那麼大聲 我怕這一集被人 藝術電影很容易拍 很肯容易拍 OK 那個原因很簡單 說多三次 那個原因很簡單 全地球都是藝術片 但是這個地球能夠拍到商業片的地方是好笑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很接受那種文化 你才說最大 爛片很難拍的 黃晶那些是爛戲 爛戲你覺得好看很難拍 其實你是承認了它的價值 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人覺得黃晶你好看 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就是最美好的地方 我們很想去那個地方 所以台灣就只是拍藝術片 香港就懂得拍藝術片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回覆了 因為香港到那個時候 到現在就不會拍藝術片 現在香港的藝術片 你叫我講的話 那些什麼廣山片 其實那些藝術片的藝術是垃圾 因為相對於台灣 那些 你雖然對台灣 其他地方比的話 你那個藝術成就很低 因為香港人不懂得拍那些戲 你說藝術我真的 就是所有的 你說那些 那些現在幾出 就是拿了香港金人獎 那些和台灣的什麼大佛 普拉斯那些比例 就是那個狀況就是 其實商業片就是美國 或者香港的以前 或者現在的韓國 大家是很公司的 就是各個地方都有商業片 但是商業片不是那麼容易 賣得出 人家承認你那樣東西 爛片很難拍的 就是說 逢是一些好商業的 完全沒有什麼的 但是藝術很cult的 很小眾那些 就是當年的時候 就是法國拍小眾 美國拍大眾 藝術片是很難 其實是容易拍一些的 就是你一定有一些做藝術的人 但是問題就是 你叫越南拍一套 越南有些藝術片很好 但是你叫越南拍一套 一套九五八八的 好像黃晶那些戲 你永遠拍不到出來 你永遠不會拍的 就是你不會拍到的 就是可能很小眾好地方 你賣不出去的 其實那些人不知道 其實這個已經是 逢是做電影的人是基本上懂的 藝術片容易拍一些 商業片容易拍一些 其實臨到完之前 我想問你自己 如果叫你選擇你最喜歡的導演 叫你選擇三個 Tarrentino 佐治奧卡斯 我想一想 還有哪一個我會覺得很好的 第三個我不是很想到 第三個我想不到 如果香港的話可能是陶嘉明 好 多謝周顯今天和我們分享 拜拜 拜拜